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院来干嘛 对 这个问题很现实 其实这个问题 正因为这个问题很现实 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 1924年出现了八号式学院 就是说 这里面当然涉及到艺术功能 大家一定要记住 八号式学院的建立者和校长 格罗皮乌斯在他的宣言里边 他的目标就是艺术和生活要移植 指艺术生活化和生活移植 对对对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艺术 那么艺术就必须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日常领域 那么就带来一个设计 这当年的观点 当然这里面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那我们的艺术怎么教呢 如果我们否认了写字主义的教学传统 否认了19世纪那一套学院的规范和标准的话 那么20世纪这个艺术怎么教 我认为20世纪的整个艺术 都的确处在危机当中 不管中华 怎么我们是苏联那一套建立的体系到今天的基本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的问题就更大 我们的问题在大在哪里呢 大在其实写实主义绘画可能很多人不太明白一个很简单的结果 它恰恰是统一了我们的看法 就被规训了 写实是一套画法 所以才出现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各个名校的分为 比如说素描为例 中央美院油画系 如果你就问那些老师或者那里毕业出来学生 他们怎么样去看广州美院的油画系 他们的基本判断 如果他们说真话的话 他们会画素描吗 怎么是他不是素描 他们造型不行 造型不行 我听到言论太多了 他们因为一直在要求 或者他们传统全运输素描 是吧 这种技法的比拼 是不是就等于造成了这个结果 就是说所有的思想都被统一了 就是对比拼 首先我要一定一点 不管你什么样的级别的钱是主义 不管是中央美院是对的 或者广州美院是对的 广州美院也有数描 我们也有一套训练 我这一套也训练出来的 中央美院也有一套训练 好像什么结构素描 这没问题 这是另外一套概念 但是有一条 凡是以表现物像为目标的这种具体的画法的教学 它的结果就是统一了你的看法 全艺术素描出来的人 我们那个年代受的是契斯卡科夫体系的教育 我们出来画的就是契斯卡科夫体系的那套东西 严格来讲就是画照片的效果 而不是画照片 是画照片的效果 那么反对这套画法 我们有另外一套画法 那就是从东欧罗马利亚的巴巴 在浙江美院当年半般开始的 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结构素描 广州美院版方式推行的就是结构素描 折美毫无疑问就是这套素描 因为他们最重要是这个 各个美院都有 那么结构素描批判全因素素描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画结构的本质 我们要画对象的本质 这个本质是结构 我们不要被表面的那种明暗和调识说遮掩 但是表面不是本质 然后画本质的结果是全般画本质 一样 80年代法国著名的画家 中国画家赵无极先生 看到中国的艺术现象非常伤心 自己来浙江美院办了一个赵无极班 我的老师欧阳老师就是那个班里面的学生 他回来以后就开始提出东方意向的用 这就是东方色彩 赵无极在那个班里边 当时去的都是一帮中年的 那个美院的油画系的教师 而且都是所谓的尖子 都是尖子 赵无极在一个班里边花了很大的功夫和很大的力量 去纠正他们的写实技巧 不但告诉他们听 然后用你的眼睛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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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对的 因为写实是一个眼光 结果最后出成果了 赵无极这个班肯定有一个展示 然后浙江美院著名的教授 范景东教授讲的就很有意思的 赵无极告诉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对象 结果他的培训结果是全班都像赵无极的 这叫做大画家说出小语 这个是当年范景东私下跟我们聊天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其实画法就是局限 而不管是邪志主义画法 还是非邪志主义画法 但是邪志主义画法更明确 不管是结构画法还是全一种画法 而且当他受到一套规矩训练得很好之后 他所谓的想跳出这一套灰训 可能只是挪用了另外一套 他认为可能是更好或者说更有优势的东西 介入进去 然后就变成了那个东西 那是聪明人主义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出不来的 比如说一个在青春期或者在学画画的时候 受过严格的全因素的邪志主义训练的人 他一辈子就画了 他画不了结构素描 他一画就不对 反过来接受了结构素描训练的人 一画就是结构 至于说你自己在哪里 不知道 所以我告诉大家听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写实主义其实是一个套路人 你学得越好 你就越没有自己 当然什么叫自己 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 就很复杂了 这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机所在 所以我一个基本看法 这个看法也不一定正确 但是我想可能是一个方案 我一直认为所谓的艺术 我不是讲一个抽象的思想的或者哲学的艺术 所谓的艺术它应该分成从教学的角度分成两个步 一部分叫可教的 一部分叫不可教的 什么叫可教呢 所有涉及到技术性的因素就应该是可教的 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技术性因素理解为画素描 画油画 调颜色 比如说你学板画的话 那你要学同胞化技巧 你要学石板化技巧 你要学套生木刻技巧 你要学四网板的技巧 那么这些技巧是在一系的材料 对不对 你学雕塑的话 你是用玻璃呢 还是用不锈钢呢 还是柱铜呢 还是硕黎呢 还是木头呢 那么所有这些材料它都会隐身一套普通的处理的技术 对 是吧 这个技术我们一定要学 比如说油画油画 那里面会崩油画布 然后对油画做底子处理 对不对 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油画布的底子处理是好的 当然它跟风格有关系 你要辨别油画颜料 对 油画颜料什么是好的油画颜料 什么是差的油画颜料 油画颜料上边会出现一个黑格子 这个黑格子有的是一个白色的 有的是一个黑色的 有的是一半白一半黑的 什么意思你要明白 于是我们就开始涉及到透明颜料 和半透明颜料 和不透明颜料 为什么有这个颜料区别 在哪里啊 它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可以学的 是吧 木刻在学各种 刀具 手法 等等 这道科教 不可教的 叫观点 叫风格的流别 叫整个艺术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或者作为一种思想的辩和 因为那个没有标准 我们不能说莫奈是绝对正确的 在1874年莫奈是最好的 但是1974年莫奈如果还继续存在 还这样的话 它就一定是最差的 是吧 对 而且艺术史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越是风格强烈的 越不可学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中国人疯狂地去学棋牌诗的时候 不可能学出来 它只能比棋牌诗更差 一定的 这叫做风格不可学 到了 这个时候又出现另外一个悲论 风格是学来的 所以当我们说风格是学来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放在可教的程度上 我们分解莫奈的技法 我们分解西拜师的笔目 但是不等于 你画出一张莫奈的画 你就学到艺术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不对 所以到了这个观念 社会思潮 思想和一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的时候 那么艺术就属于不可教的 我们只能传达一个历史的变化 艺术史这个时候起初 或者至少我们认为 我们要对艺术的发展 有一个了解 这变得很重要 我们要了解 《十九世纪末》究竟出现了什么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 如此著名的学院派画家 今天几乎没有一本美术史会写的 如果不是徐宾宏到法国 跟着一个叫打仰的老师学画画 全中国人不会知道 有一个法国画家 他的名字叫打仰 因为你们在法国要找他的记录 都非常难找 他默默无 我看了他的画 我觉得他默默无是对的 因为他在学院派画家 他也不怎么样 也是很正确的 这参业艺术史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